这很早的时候 那个时候地牢还没有出名 知道他的人还不多 那么一定要求跟他出家 地牢看看他那个样子 实在是没有法子出家了 出家住在寺院里面最低限度 武堂功课也会做 但是看他确确实实没有能力 他学不会啊 学尖教没有念过书 但是一定赖着要出家 他也没法子 所以以后地牢就都叹了 他说如果你真想出家 那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这个他答应 他说这个没有问题 我一定听你的 你叫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所以地牢给他剃头 叫他不要住在庙里 住在庙里面 一定要跟大众一样的生活 他没办法过不来 他太笨了 所以在温州乡下 给他找了一个小庙 没人住 有个破庙 让他在那里面住 附近呢 找了一个学佛的老太太 照顾他的生活 给他烧两顿饭 找几个护法了 帮帮他的马 叫他住在这个地方 只叫他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他叫他 你一天到晚就念这一句 念累了呢 你就休息 休息好了就再念 你这样一直念下去 准有好处 他确实一门深入 一丝好夹杂都没有 就这一句佛号 念了大概三年多 站着往生 往生之后 站了三天 因为这是乡下 乡下到这个 地间法师那里去 去报这个报告 老和尚从温州赶到 他这个小庙里面 往来三天 他站到三天 但老和尚来 给他办后死 我们从这个例子 就了解 一门深入的好处